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2023年,繼續每月用什麼 經歷了十二月很瘋狂的洗禮之後 有很多很棒的護膚品、化妝品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樣是令我很上癮的零食 還有很久沒試過買了一件很伏的產品 真的忍不住要放下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先說了唇膏,MAKE UP FOREVER和NAS的這兩款都超級漂亮 我對他們的喜愛程度是不相伯眾 所以不選了,兩個都放在影片中說 這個是MAKE UP FOREVER 它是叫做RUGE ARTIST VELVET NUDE 這個顏色是107,也是我今天用的顏色 很漂亮,我不懂怎樣形容 是一個很烏龍奶茶,最深色一點的 是有一點點啡紅色 我已經盡力了,去形容 總之呢,你看到那個顏色是很容易carry的 之後呢,它是很私用的 有一層好像湧湧面的感覺,很滑的 我是沒有用到任何樣唇膏直接塗它 都是不會乾的,不會很顯純紋的 我都想不到為什麼 因為它這種的霧面通常都要打底的 我再畫一次給大家看 真的很治愈的 這一刻一畫這麼smooth,我是很上癮的 另外呢,就是NAS的這一款 它的名字叫做,很小的字 Air Matte Ultra Lip Tint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Dos Vita 這個呢,又是很漂亮的 它們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是會粉一點點的 還有呢,它是Liquid的 射走了剛才的唇膏之後呢 又是不塗潤唇膏 直接塗這一款NAS的 它呢,也是沒有面子 但是呢,它就會輕透很多 完全不會厚重 而且是沒有那麼實色的 拍開手背的顏色 大家就可以看到兩者的分別了 一塗上嘴很搞笑 它是滑滑的 然後設定好了之後呢 完全無感 你感覺不到嘴是塗了一層唇膏的 很輕飄飄的 然後呢,我就覺得它很適合掃眼 化淡妝的時候用 如果好像今天這樣 化完整個妝的話呢 我就會喜歡Make Up For Ever的 但是兩支呢 我都覺得是非常乾嘴友好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沙漠嘴 很容易脫皮 揭起那些死皮的話呢 它們兩個呢 都是很難得是霧面 然後不會令到情況更加差的唇膏 大家有興趣呢 真的這兩種顏色 我都覺得是必入的 講開必入還有它們兩個 這個是Nunasol的四色眼影 它的色號是15號色 真的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大地主的話呢 一定要買 因為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已經是連續很多天呢 都是用它了 走不出來 它是一個呢 超級正宗的大地色 完全沒有偏黃 沒有偏紅的 你會看到呢 Nunasol它們眼影的質素 那麼多年始終如一 都是很滑的 然後很Smooth 很容易Blend 近鏡更加可以看到它的閃粉 是很細緻 一點都不粗的 然後是日系那種溫柔系 但是呢 真的很閃 還有它用手指上呢 已經是很漂亮的了 完全不需要一些很好的化妝掃 已經可以畫到眼妝了 我真的覺得這一盒一定要買 但是就很難買 這個呢 我也是每天打電話去他們看 今天有沒有上貨 今天有沒有啊 然後衝出去 留一留貨 那天說 有啊 可以幫我留下來嗎 我現在馬上出來買 然後就衝過去 然後才買到的 記住 是15號色 然後到MED的這一盒 是修容打亮盤 兩個顏色都不是新的了 但是它們是很熱門 平時是單色來的 一個呢 就是很出名的Omega 一個修容的顏色 另一個呢 就是Double Glim 不用多說啦 它是修背影超級好用的顏色 又是用了不知多少年了 平時呢 Omega是一個單色眼影 這麼小粒而已 如果用來做背影是OK的 如果用來做陰影的話呢 是很難拿份啦 然後這次呢 它把它變成了這個修容打亮盤 簡直是perfect 是很難買的 早拍是斷貨了 然後呢 我趁它買三件有七折 它也有折的時候呢 馬上入手 我有看過的 現在官網還買到呢 我才敢放上來和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也是鼻影用了它 打亮又是用了它 你會看到那個閃亮亮 是真的很漂亮的水波光 而且是很自然的 它的陰影是不會說很奇怪 融入不到 很骯髒 不會的 這個 你看到我這麼興奮去介紹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接著到護膚品 都是用完Avent Canada之後 太喜歡 直接去補貨 有小星層的N19 和Serenia的藍童精華 不是 是安平 Serenia的N19 我會說它是精華水 它是一個有很薄的質地 但是做到很厚的保濕感 它比起一般的沖拿 是會厚一點的 但是比起精華 又薄很多的 它可以做到一個輕精華的感覺 如果你是油肌 你很怕塗精華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乾肌的話 就可以在塗精華之前 你用一層它 你會覺得 保濕感是大很多的 一吸收了皮膚 是很有光澤 它有很輕微的香味 日後夜晚我都會用的 日後會用它 再加上N8 晚上用它 再加上其他的精華 用來做打底 或者用面膜之前 又是加一層 真的那種加成的感覺 是非常之感受到的 另外Serenia 我用了這麼多東西 令我最喜歡 要去到回購到這個地步 就是藍童的安瓶 你不要看它小小 你只要用一支 再加上倒入 而倒入完皮膚 好像發光一樣 是超級飽滿 超級水潤的 有沒有試過開安瓶的時候 戒傷手 應該不止我一個 然後Serenia 是超好 研發了一個安瓶開瓶器 它是很好用的 我試過 就這樣 一拍 好像開啤酒瓶一樣 就開到的了 接著拍上嘴 就可以用的了 它的質地 是比起普通的精華 我覺得是稠一點的 不是很高的流動性 所以 是用來做倒入非常之好 用完是那種你的乾紋 是改善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這個叫Recharge 我忘了說它的名字 這個叫Recharge的藍童安瓶 我真的高度推介 用了這麼多的產品 最喜歡就是這個 化妝品和護膚品之後 很久沒有分享過的零食 一是不分享 一分享一定是上癮級的 這兩個都是在首爾帶回來 但香港應該不難找到 它們是一些杏人 但是是有味的杏人 不是就這樣一顆顆的 這一包 我只開了一晚 我媽媽已經吃完了 我要跟她說我要拍片 她才留給我 還有我吃她的程度 喜歡的程度 看不看得到 我是生了暗瘡 它裡面不只是有杏人 當然有這些一顆粒的杏人 然後外面是包了一些好像薯片的粉 然後這一款就是洋蔥圈味 它真的有洋蔥圈的 不是只有味道 然後這一款就是蒜蓉包味 它裡面除了有一顆粒的杏人之外 是有這些的蒜蓉包 又是很果實 它有十幾款不同口味的 就是有鹹有甜 然後我吃過的 是有朱古力包著 然後其他的味 我覺得鹹味是比甜味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甜的 但是共通點 都是你一路吃 越吃越多 我又忍不住開來吃 這個部分沒有用的 你一次過吃得完整包 它是送酒 喝啤酒吃也適合 然後看劇 看電影去吃也適合 看球也適合 新年有朋友上來的時候 請他們吃也適合 真的超好吃 大家有興趣 認住包裝 我最喜歡這兩個味 我吃了十幾款 這顆瘡不是一包造成的 分享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就到雷品了 一樣都是來自韓國的 這個是Phillimini的電耳睫毛器 跟我平時用的這款 外形有一點 都不是一點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我想試一下 有想過是沒有那麼好用 但是沒有想過是那麼伏的 這個 它是跟平時的睫毛 有些都是這樣用的 然後它可以加電的 然後前面這裡就會發熱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夾的時候 順便進行加熱的動作 加熱之後 由剛才的粉紅色 現在變成白色 然後就可以用 它的熱度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這一點是要讚的 但是我不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弧度 不是每一個人的眼型 都是剛剛好的 把它放在眼皮夾的時候 如果是眼頭眼尾的睫毛夾不到 它是皺不到角度的 還有下眼睫毛 我不知道是我不皺手 還是我的睫毛太少 它完全是夾不到的 所以它是很不user friendly 如果讓我選擇 一定是選擇這一款 它可以你喜歡怎樣的角度 這裡夾也可以 這裡把它弄向上鏟也可以 眼頭也可以 下眼睫毛 完全什麼都沒有問題 這個它只可以一個角度 還有它夾的睫毛 是直角的 它不是做到那種鏟 如果我用平時這一款的話 它是可以慢慢的鏟上去 是做到太陽花的效果 這個是起扭的 對了 Filly Millie其實它也有出到這一款 我也有的 放在長洲那邊是好用的 所以我覺得未必是牌子的問題 但是應該這個形狀的電耳摺毛器 我都覺得是一般的了 我不會再試的了 以上就是我在1月 也是12月至1月 用了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有服有不服有正有不正的 大家任君選擇了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鏡頭3點 和星期日鏡頭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補回新年快樂 上個星期偷懶我沒有出片 拜拜